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雪 那我現在用的是 火希臘隊來 打這個五帽之神的誓約 然後放 這次的星卡這個 周瑜 來實戰一下 那太多人問我這個周瑜 到底 周瑜好還是 火愛好 那這個我們就用實戰 來測試一下 應該是說 不能說哪一個比較好 應該說 哪一個 他有他適合的隊伍 因為 周瑜的火珠炸出來會比較多好 然後 埃及的火珠會比較少 但是炸完版 倍率會比較高 那 你要說哪個張比較好的話 我只能說 我覺得周瑜蠻適合 放在星卡隊裡面 因為他炸出來 火珠會非常的多 那你其他隊伍的話 其他隊伍的話 放周瑜炸出來 有時候火珠會太多 你會變得 很難轉 或是不好切開 這樣子 或是巴比倫隊 其實放周瑜 效益不高 放埃及會比較好 因為他 他可以自己造火出來 好 60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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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是可以破60萬 這樣就不用開龍科了 因為技能都還能跳 所以 還是要等技能跳 王關才能夠全開 好 那我愛 贏的地方還有他的三維 三維 五千多的血 先是翼補 好 好 好 那這關卡在遺跡特許裡面買不到 好 不要再問我 這要去哪裏打 技能都跳得差不多 好 再來到王關 這個 不管了 先打再說 這邊我們就可以開周瑜的技能了 因為他應該會蠻行的 好 這邊開了 周瑜的技能 他會炸了三次 會變成砧板 都是火屠 很多 好 我們就再開 組合技能 好 這邊開了 這張卡 非常適合 我要做個牆 我要切開 再開個龍科 那西亞如果開組合技 做個牆 把它切開 會讓天降 更多 2 1 3 2 1 2 4 2 1 1 2 1 2 1 1 2 1 我覺得他很適合放在西大隊 因為他炸完之後火珠會變非常多 有時候你開了火哀 炸完之後反而沒火珠 就是有時候你炸完之後 運氣不好的話 火珠還是很少 那你還是要再開另外一招嘛 周瑜的話其實他很好的就是 彌補的這個缺點 放在西大隊的話 我覺得蠻適合放在西大隊 那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喜歡 那如果想要追隨我的動態的話 記得按訂閱之後 都會繼續推出新的影片 那我的影片就到這邊 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